事法平等無有高下,的意思是凡是因緣所生法,緣罪則生,緣散則滅,不會因為它的背景、地位、人種、文化、膚色等等而有分別。 緣罪則生,緣散則滅,這樣就為之事法平等。 各位法師慈悲,各位居士,大家阿彌陀佛,大家請放掌。 大家有讀過金剛經嗎? 一個所謂的一般世間的解釋,事法平等無有高下,他們將它解釋為,個個法門都是如此好的,無高無低,平等的。 證討法門也這麼好,禪宗法門也這麼好,仲經也這麼好,持咒也這麼好,正座也這麼好的,各樣都好。 這是不是世間的說法? 但真的放在金剛經的語境上,如何為之事法平等無有高下呢? 我稍後會用一個故事告訴你,其實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誤解。 事法平等無有高下的意思是,凡是因緣所生法,緣聚則生,緣散則滅,不會因為它的背景,地位,人種,文化,膚色等等,而有分別。 緣聚即生,緣散則滅,這樣就為之事法平等。 你記得我們上初班的時候就舉個例子,羅後羅住胎六年,有沒有印象? 我們幾乎是第一、二堂就用這個例子。 即使她是佛的親生兒子,因果來到這一世,要報的都是要報的。 就不會因為她是佛陀的兒子,另一個是佛陀出家之前的太太耶穌陀羅公主,而有分別。 她又要懷胎六年,耶穌陀羅懷胎六年,羅後羅要住胎六年,還要兩個,差點兩母子被火燒死。 我們就說過往的因緣導致她們這期生命,無論她是佛的親人也好,都是要報個業報。 所以事法平等無有高下在這裏平等。 明白嗎?我們也知道正解是緣起法。 凡是一切人事物現象情感,緣起的,緣罪則生,緣散則滅。 以前有個禪師,這個禪師是馬祖道一的徒弟, 白象創從林馬祖的立青規,是不是很熟悉? 白象懷海,馬祖道一,不要理會,有個叫馬祖,馬祖道一,有個徒弟叫盤山寶跡,寶跡很容易記,寶跡禪師。 寶跡禪師,他厲害得如何呢?馬祖的徒弟,但是他的開悟不是因為馬祖,他的開悟是自己開悟的。 後來開悟了之後,他找馬祖幫他印證,問他所得是否正確,他是否真的開悟。 好了,他有兩件事令他開悟的。 第一件事,就是他有一次走過市集的時候,聽到有人在賽市場買豬肉。 好了,你也是這樣的。 他的原文是怎樣寫的呢? 我覺得你看原文,你真的不知道他說什麼。 他說,那個買的人就跟屠夫說,精的割一斤給我。 你不明白了,你走到浴宕那裡說, 阿哥,幫我選一塊漂亮的。 你明白了嗎? 那你猜一下賣的會怎麼說呢? 舊舊都那麼漂亮。 去到那一刻,盤山寶跡五。 舊舊都那麼漂亮。 對呀,我經常都說,參話頭好,參公案好,靜座脈照好,觀呼吸好,什麼好。 對於佛菩薩來說,個個法門都好。 但是對於眾生來說,你自己合眼緣的,你自己去看。 原來的分別心是在自己那裡。 不是很明白的吧?你回去參考一下吧。 舊舊都那麼好。 好了,第一件事,他已經偶有所悟。 很漂亮的。 好,再來,第二次是怎樣呢? 走過街,看到有送葬的隊伍。 有人送,即是出殯。 出殯的時候,以前是流行。 那個年代,原來流行, 用歌謠的形式去唱這個亡者生前的功德。 即是有什麼厲害的唱出來。 其中一句是什麼呢? 那個人唱到,紅倫決定西沉去。 紅倫即是日。 日觀呢,紅倫,臨日落的時候,整個好像大的番茄一樣。 紅倫決定西沉去。 魅惟靈魂往那方。 你明白嗎? 即是說現在太陽下山了,人一定會死的了。 太陽就一定在西邊落下。 但這個眾生往哪裡去呢? 他聽到這裡,已經覺得可以了。 然後兒子喊了兩句, 哀呀!哀呀! 你又不明白。 我幫你用白話配上去。 慘了!慘了! 你明明慘在哪裡? 這個眾生慘只是愛別離苦。 但是這個禪師那一刻最要心要肺的是要什麼? 眾生都是這樣的。 他好像一個太陽,人就太陽出在東邊出, 即是人一定要生,生了之後一定要死, 一定是在西邊落。 生死這件事是一定的。 但最大的問題是,未惟靈魂往那方。 惟是惟託那個惟,究竟靈魂往哪裡而去? 就視乎他太陽出和太陽落中間的這段時間裡, 究竟他行善還是行惡,有修行還是沒有修行。 但兒子喊一句是什麼? 兒子喊一句是,慘了!慘了! 慘了! 參文也好,佛經也好, 就說我們看到眷屬離世的時候, 所出目淚有如四大海水。 我們親眷離世之後, 那些新骨,即如彼庫羅山。 即是說我們已經經歷過很多親人的愛別離婦, 看到很多親人的離世, 但我們沒有一次學懂, 只是看到生和死。 這個禅師當下的感悟是什麼? 如果他都不修行, 不好好去證悟的話, 真是愛呀!愛呀! 眾生的苦是他沒有遇到佛法, 但如果我們遇上佛法, 我們都不好好去找一個法門, 然後去努力修行的話, 我們不能夠得解脫。 不能夠得解脫就會真是慘呀! 所以, 事發平等無有高下, 放在這個公案裡面最好。 那個平等是什麼? 人生一定有死, 那個平等是, 緣起一定有緣滅。 法門, 個個都這麼好, 不是事發平等無有高下, 是凡是能夠令到你了脫生死的, 那個就是好的法門。 你明白的, 但現在對於我們凡夫眾生最迫切的, 業障重, 福德因緣不夠, 智慧又未開, 你用你平時的方法都可以解決的, 但只不過是什麼? 其實你法門已經選了, 要誦經的, 你就選了誦經, 要禮佛的, 你選了禮佛, 要念佛, 要持咒, 你通通都選了, 現在你是爭, 你未一門深入, 你不精進, 你逛逛逛, 先發覺, 都好像有點不太對, 你回頭再選都可以, 但如果你花你學佛之後的這幾十年, 不停都只是在選法門, 我們覺得這樣很可惜, 原因你不是真的選, 你只不過是趁熱鬧, 別人說好, 你就去聽一下, 別人說好, 別人說好用, 你就去用一下, 但你從來沒有了解自己, 這個就是那個問題, 所以你聽, 你聽很多了, 但選對的, 就老老實實去收, 你那種不老實是真的不安分, 什麼叫安分? 你不夠福德因緣的, 你承認才行的, 葉障重你承認才行的, 你說我都不懂怎樣去Name他, 究竟是福德因緣不夠, 還是葉障重? 我剛才不是說, 你不是告訴菩薩, 總之我念佛就粒粒壞, 但是有些法門是有計算的, 唸不唸一下呢, 他真的不知避開到哪裡去reset, 那慘了, 究竟是一萬還是一千呢? 差很遠的嘛, reset的當然是零, 但你之前在唸的那個是一萬還是一千, 那怎麼辦呢? 那唯有當一千這樣算, 再唸過吧, 你不是膽敢認一萬, 就是那一刻, 你去到那一刻的時候, 你回向你自己, 是很堅實的, 你跪下去那一刻, 你就是, 哇, 念念一下, 沒有事沒有幹, 他都可以變靈的, 菩薩, 救命啊, 明明啊, 不用自己這麼快妄下判斷, 是哪一類的, 你就把自己的根本問題放下去就可以了, 很貼地的, 佛菩薩知道我們, 以及你一般你自己歸類, 你也會歸錯的, 不怕, 你就把問題放在那裡, 我現在要解決的就是這件事, 沒有事沒有幹的, 我現在要解決的, 就是要往生淨土, 你就告訴菩薩, 但是我又怕, 臨往生之前有多亂啊, 多病啊, 多什麼多蜜那些啊, 或者父母親都是老人之外症, 又怕自己是, 你就把這個害怕, 你就把回向那裡, 就希望我免除這些業障, 一般這樣說而已嘛, 但是你沒有老實過, 你只不過就是, 無樣上, 你有誦經, 有禮慘, 有念佛, 但是從來你都不是在對應自己的問題, 那不好意思, 你白行一堂, 好, 好明白, 我們願今天, 大家中讀法花經的一切功德, 會向在座諸位, 業障消除, 福慧增長, 智慧如海, 與法界一切眾生, 同等彼岸, 阿彌陀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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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什麼你念不到彌陀? 為什麼你見不到觀世音? 問題, 不是他們不慈悲, 你不要冤枉他們。 問題在哪裡? 原來我們不是真的肯定的, 你不是真的肯定的, 你不願意求生正土, 你不願意往生西方。 不要迎光偶然。 那麗楼下降, 不可可可可, 我會想讓光偶然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